大家好,歡迎大家收聽 今天想分享大肆的未來走向 最近中國政府有5加3的新防疫政策 現在入境更容易 現在中國政府有一個趨向是慢慢放鬆 我覺得中國政府會慢慢放鬆 最主要是有機會參考了香港的情況 香港的情況是每天都有4-5000宗 而香港的運作似乎沒有受到很大影響 而全球的人都已經感染過新冠 其實也有一種天然的保護力 所以我覺得在分析之後 中國在明年會繼續向放鬆的方向進發 這樣做的話 可以減少國內的經濟壓力 尤其是做一些小本買賣生意的市民 以及可以讓大家繼續多一些活動和交流 另外一方面 不同各國的大國領袖都來訪問中國 前有德國法國 最近連美國和拜登都來訪問 正所謂是約國無外交 大家都過來和中國在討論一些商業網絡 所以會看到將來 中國無論是內或外都會不錯 這樣自然的話 股市就會向好 大家可以從中發掘一些商機或機會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